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主人请安 小的礼堂 有力气也认识几个字 您有什么吩咐 尽管使唤便是 有了了 奴婢是枝月 她是冉云 奴婢二人负责照顾主子的日常起居 东霖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我爸 我这么好看了 我胖点 我没事的 以后大家日日相见 都不必多礼 起来吧 谢主人 主人的行李 小的会安排妥当 您要还有什么吩咐 小的这就去办 倒真有几件事 请夫人吩咐 第一件 公子虽赐了我连威居 可我这位分依旧是碧妾 算不得主 往后这称呼上还是按规矩 以免露人闲话 是 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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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 我以前的事 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 这各房各院 想瞒也是瞒不住的 既然之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 难免你们会有护主之心 要是在外面 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我 我们一定全力护这姑娘的 不 你们一定不能管 为什么 我堂堂正正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 我只是 不愿你们跟着我一起受辱 您是明白 您是明白 还有只最后一件 在这连威居 没有人把你们当成奴仆 你们自己更不可以 我不要求忠心 也不勉强去留 一切只凭一个心字 绝无怪罪 永不勉强 东霖 帮大家收拾一下吧 是 小姐 不 姑娘 你要改不过来 就不必改了 你叫着别扭 我听着也别扭 你 你 去帮着把行李收拾一下 是 我没听错吧 我们当奴婢也有些年头了 伺候的人也不少 可这样的要求 从来都没听说过 这当主子的 都希望奴才忠心 但是呢 谁都知道 忠心不是被逼出来的 真是又美又霸气啊 难怪公子喜欢他 可惜啊 就有一点儿不够好 太瘦了 莲姑娘还有什么需要 小人这就去回了公子 不必了 公子的伤还没大好 姚夫人那边也需要安顿 就别再惹了 公子怎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的 这整个公子底都是我的 你看你看 这个词 多粗多粗 回去把我那一套 君瑶替花海棠红给拿过来 诗公子 马上就去 等等等等 怎么就一个枕头呢 而且这被子一看就不够软 扔了 换换换换换换心 诗公子 小人马上就去 行了 什么都不用拿 先下去吧 公子胡闹也得有个边啊 什么胡闹 用千里良居换来的宝贝 当然得好好地供着 不过你放心 我贺连信绝对不会 亏待自己的女人 公子对自己的女人 还真是好啊 就在公子最为难的时候 稳稳当当地送上了一级大台阶 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公子容得下方尔阁按兵不动 又怎会容不下灰公子之死 过去的事情再怎么痛苦 毕竟已经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未来重要 公子不是听得糊涂 而是心比耳朵 听得更远 丫头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女人越聪明 男人躲得越远 公子想躲 是 但我更想做一件事 是什么 让你失望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进了公子底 世事都能够如你的意 别忘了 你是我的女人 以后你每日都要陪我用膳下棋 言莫读书 沐浴半寝 公子 我们是君子协定 你承诺不碰避切的 君子 谁是君子 你是女子 我更加不是什么君子 别挑战我 或许你越躲 我就越有兴趣 丫头 死了这条心吧 这水里不是蛇就是鳄鱼 你还是乖乖地 待在我这条船上吧 从明天开始 没我命令不许出门 小姐 公子不是真的想把你禁足吧 不出门也好 他最有考量 别担心了 何连心心怀百姓 必能成为取良民主 只是这沐海瑶印象很多 我家有势力庞大 迟早会伤进何连心 夫人 听说这洛青莲刚来 就被公子给关了起来 不像夫人有了身孕 天天都有赏赐 您是没看到那迪夫人的脸色 难看的 跟什么似的 公子 真把洛青莲给禁足了 那今天还 整整一年呢 上次洛青莲逃跑 又被公子带个正着 碍于王爷 公子有气 也只能忍着 就好比今日 虽刺了他连微居 可下人都是最差的 各个不知变通 没有一个是夫人喜欢的 我就怕 事情没那么简单 怕人去下七眼楼吧 是 夫人 姚夫人派人送来了这封信 是 就这么把他关起来了 他在父亲面前的作用 可是大得很 此次他护我有功 乱了世子的计划 又在父亲面前 大出风头受到赏识 现在这府中上下 都对他虎视眈眈 一个之前 从来不知府中身前的人 想要在这儿活下去 就必须先学会等待 你就不怕他关得太久 憋出病呢 他不会的 姑娘 你画画呀 画花鸟鱼虫 我要画的不是画鸟鱼虫 而是这公子底的人心 你 你们三个 谁在这府上的时间最长 谁跟的夫人最多 回姑娘 我们三个都不善逢扬 自然没有夫人喜欢 所以都是来这儿时间最长的下人 也是跟过夫人最多的 原来公子分这些下人给我事 便料到了今日 李唐 李唐 你借在此多年 对曾经发生的事情 一定是最清楚的 从今天开始 我需要你一件一件地 把事情都给我讲清楚 我不要有一丝遗漏 是 执月 奴婢在 你跟过几位夫人 对几位夫人的脾气秉性 也了解几分 他们是凶是恶 与谁交好 喜欢穿什么衣裳 养过几条狗 我都要了如指掌 是 奴婢一定知我不业 东霖 总算轮到奴婢了 小姐快说 你负责大家的饮食起居 是府上 唯一一个可以和外界联系的人 你需要对各房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严格的监管 有错过任何的风吹草动 我唯你试问 小姐放心 包在奴婢身上 阮云你怎么了 大家都有用 我没用吗 谁说你没用 什么用啊 吃啊 吃 吃可没那么简单 有的食物补人 有的食物可以要人命 形色气味 我需要你教我 一一分辨 我明白了 奴婢啊 一定帮姑娘全都吃完 不是我的意思都是辨别清楚 这是我最擅长的 一年的时间 可以做很多事 这宫子底没有谁永远输了算 只有谁更擅长一件事 等待 小姐 不好了 王府差人来请公子 王府出事了 荒唐 王爷爷 什么事 哪什么事 取良一年的付税 少说上百万两 堂堂王府的因故 居然被借空 剩下什么 就剩下这些白条了 就剩下这些白条了 哪 那柴时怎么蹬的 都瞎了眼了 吗 赢良就这么结出去了吗 赢水决地 汪府拿不出银两来治水 取良百姓每年交良纳税 却结不了自己的难 本王还有脸做这个安王吗 有谁主动请命把欠款给收回来的 有谁 看看这边 看看这边 瞧瞧啊 这平时个个都趾高气扬的 这一遇到得罪人的事 这脖子都缩起来跟乌龟似的 有谁要出来请命 有谁 王爷 任大人 你请命 不 王爷 下官有些愚见 不知当讲不当讲 任大人听说 这收缴欠银一事 涉及到整个取良 若有差池 难保会闹得怨声载道 人心不稳 所以这人选务必要顺之再胜 那依云大人看 什么人最合适 下官以为 这不免就是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德 要品行好 人缘好 这样才能够扶住 才不容易撕破脸 二是人 要爱民如子 才能够集民所需尽心尽力 那照那么看来 四公子最合适啊 灰王爷 四公子自然是符合以上两条 但是有一条四公子合不上 这收缴欠银非朝夕之事 难免会三方五次地登门 人若身负药物 又何来如此地精力 所以还要一件 那就是贤妇 依云那人看 以下官看来 还能够满足以上三点的 非三公子莫属啊 王爷 请您决断 三公子穿成这事 他中招了 你知道什么呀 事还得你们做 是不是 对对对 去到那儿喝酒 好好好 三公子刘牧 恭喜三公子 获得如此美差啊 要是这次能够全数收回欠银 那王爷必定打约 是 是 这都全来袁大人的推荐啊 哪里哪里 是三公子德行在先哪 才是本官发现了三公子的才干 你说是吧 三公子 这袁大人安的什么心哪 我问你们 这世上什么人最讨厌 不知道 什么人 债主 老三今天这差 办不成惹父亲生气 可如果办好了 他就得罪了曲梁的大小官员 失去了人心 让他有再大的野心 也飞不起来了 我说是 袁大人这招真的是高啊 假借天灾 给世子轻木 那四哥为哥还高兴 此事若办成了 世子岂不是会更强 我高兴了吗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因为咱们最大的麻烦 未必是世子 我只知道 我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我借那五万两 我拿什么还呢 我 你 扣子疯瘋的 在干嘛 等 等 等 我 苏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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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久不见 苏南春 怎么是你啊 那还能是谁啊 公子有命 让我请莲姑娘速去王府 王府 啊 可我们不是被禁足了一年吗 这才五个月 难道是解了 公子吩咐了 自然就是解了 杜丽姑娘 十万火急 十万火急 你赶紧去通报一声啊 快去 那不行 禁足令可是公子自己下的 要不 您再去请示请示啊 吴奶奶 我求求你了 别再跟我磨叽了好吗 赶紧请莲姑娘出来 梳妆打扮跟 赶紧请路上说 不是十万火急吗 快走 啊 好 梁姑娘 这朗月哥还是没有变 屋子是没变 可人就不一样了 姚夫人的生育已经快八个月了 还有莫夫人 保胎虽然保得比较辛苦吧 可总算也要临盆了 梁姑娘 天快亮了 咱们快携走 梁姑娘 夫人 您在忍忍 是 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夫人 奴婢刚才回来路上 看到莲姑娘了 你说什么 她不是在背禁足吗 是啊 可奴婢确实是看到 她跟苏南淳两个人急匆匆的 想要出去做什么事情 奴婢还捡到了这个 听说王府最近出了事儿 谁都知道 她在王爷面前说得上话 难道公子为此解了她的禁足 这消息 恐怕木板药还不知道 你们说 她这么恨罗青莲 要是她知道这个消息 会怎么样呢 自己谁 她就知道了 你也不得了 她是她的禁足 她也是她的禁足 她的禁足 我没有想见过 她的禁足 说破财无毒 公子 这这么聪明的丫头 到底是哪个不解风情的 舍得管你这么久 久吗 我倒觉得没有公子演的细久 看不我不说 好 来 给你 这 好 这儿 二少爷 慢点 小心 小心 慢点 慢点 慢点跑 来 别生日了 抱抱 抱抱 来了 父亲 坐吧 抓蝴蝶 喝点茶 早春料翘 这芳芬园中还是很凉 王爷要小心身子 芳芬园再凉 哪凉得过取凉河的水呀 帮帮他们总是好的 是吧 老三 你把青莲带过来 难道不是为了那个 受教倩怡的事 什么都瞒不过父亲 儿子自然是 心疼取凉河的难民 但是父亲 你也知道儿子的金粮 我只担心 不但帮不上忙 还会务事呢 青莲 你认为老三 能办得好吗 奴婢觉得 能办好 为什么 因为公子是王爷的儿子 这个差事可大可小 公子若是办不好 岂不得罪整个取粮 王爷是公子的父亲 不会让他落到如此境地的 所以奴婢觉得 公子能办好 你这个性感 像极了福啊 聪明里带着刁钻 这斗鸡铃都不让人讨厌 接着 我的 两位小公子 王爷在谈事 小声点 快来 快来 你怎么不去啊 接着 我立即想 想和过他们 我不合理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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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贺家的子孙没有胖的 去 去跟他们抢去 家长 慢点 好 太高了 来 来 来 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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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接着 青莲 马上对你个怎么样 接着 来 这边 这边呢 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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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听说 他把你禁足足足 禁了五个月 这也就好啊 谁说禁足就是不好啊 奴婢在这五个月里学到的东西 怕是比五年还要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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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啊 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 那难道老三对你这样子 倒光对自己的儿子 难道就不是这样了吗 好 父亲期待的心 儿子不敢辜负 儿子一定尽全力收缴歉营 为取粮的难民谋服 为父亲分忧 公子叫陛下来 求王爷改变心意 怎么自己缺陷变了 警方嬷嬷专门教过你父亲的 脾气秉性 这次呢 父亲让我收缴欠银 你可猜得到其用意 我也猜不出 但总觉得另有深意 好 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 不是只有一种 公子是觉得 这差事未必是坏事 我 我就希望我没有赌错 嫌公子已经漏了馅做不成了 要是再 要是再得罪了官员 这下我可真诚孤君了 公子 公子 昨夜雨那么大 花瓣倒落满地 可树上依旧是繁花似锦 剩下的才是公子所需要的 你是在鼓励我 并且刚才说相信公子能扮成 虽说也是说服王爷的话 却也未必不是实话 是谁总说我薄情啊 怎么突然间变了 因为公子心中装着百姓 公子心里有装着百姓的气魄 就永远做不成孤君 你说什么 奴婢说 有人看见莲姑娘被放出来了 怎么可能 才五个月 我们夫人也是这么说的 行了 你回去告诉你夫人 让她好好安胎 我会问清楚的 是 那奴婢就先告退了 夫人 走 陪我出去 夫人 你走慢一些 千万别动了胎气啊 公子心里满满都是那个人 哪还有这个孩子 夫人 你千万别多虑 公子的大爷还得养着我们家 怎么可能不把您放心上呢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公子喜欢我是因为牧家 诺贝不是这个意思 公子喜欢的当然是夫人 公子就只喜欢夫人 夫人 夫人 你没事吧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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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啊 谁要穿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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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怎么了 夫人摔倒啊 快 快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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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那边 那边 夫人 夫人 穿着 鱼 夫人 你看什么啊 都是我的人了 还扭捏什么呀 谁是你的人 就喜欢你嘴硬的样子 好啊 我要去办公差了 这几天别乱跑 乖乖的 在临危局等我 乖乖的等我 来 警方嬷嬷专门教过你父亲的脾气秉性 这次呢 父亲让我去治水 你可猜得到其余 他对我给予厚望 我却无能为力 警方嬷嬷 你可否告诉我 王爷究竟在想什么 小姐 姚夫人派人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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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夫人请来 你 生了 是何时 是啊 是啊 来 看看我的孩子 漂亮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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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 怎么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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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perfection 快来 他 respected oni 和随 音乐 师傅 Medicaid 我 執政 你所赐 我 你在找什么 找他吗 开门 开门 放我出去 开门 你们放我出去 小人徐良川见过夫人 大白天干吗把门关上 回夫人的话 我家主子身子不适 怕见风 难道姚夫人摔跤是真的 夫人问话 你难道听不见吗 小的不敢 只是小的刚外出半餐回来 实在是不清楚 想来的比谁都快 要不得小的问清楚了 再来回夫人 不必 我自己问就可以了 把门打开 夫人 把身瞒不住了 谁说要瞒了 只是不想看到他们那些 幸灾乐祸的样子 就打发了他们 就说我吃了药睡了 是 大胆 夫人的命令都不停 这么左拦右拦 难道是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不成 秦慧 她来做什么 张医官确实复闻复过 夫人最近身子受粮 不能见风 怕孩子受这影响 这万一出了什么事 谁也担待不起呀 莫门嘞 玉下真的看到 姚夫人摔跤了吗 这么大的事 妾生怎么敢乱说 听说 姚姐姐都见红了 妾生还听说 姚姐姐之所以摔跤 是因为踩了骆青莲的步遥 莲姑娘 妾生听到这个消息 真是害怕极了 妾生跟姚姐姐先后怀有身孕 日子也差不多 一直想着同时戴下玲儿 妾生自己怀太艰难 便知道怀太十月的苦楚 要是姚姐姐万一 妾生可着实为她伤心难过 行了 不要再说了 人都还没有见到 别说不吉利的话 许良川 你还不开门 夫人 你要我自己动手吗 这朗月阁 今天是烧什么香了 不仅夫人大驾光临 连这几个月不出门的 莫妹妹也跟着来了 莫妹妹说 杨妹妹摔了一跤 公子不在 我这个做姐姐的 没有不过问的理由 我在自家门前摔了一跤 这莫妹妹消息倒是灵通的呀 听你这么说 果然是真的 那么大的事情 干满满的死死的 你怎么样 动了胎气没有 要是真动了胎气 妾生哪有这个闲工夫 在这儿聊天 妾生这肚子里啊 怀的是贺家的孩子 就算真有人 想加害 也没这么容易 你说是吧 莫妹妹 那是自然 但是我看来 妹妹脸色苍白 像是十分虚弱呀 这肚子越来越大 虚弱是在所难免的 既然如此 妹妹就别站在这里了 快进去坐吧 妹妹恭送姐姐 谁说我要走啊 妹妹刚刚不是说 很久没见面吗 那妹妹就不请我进去 喝一杯吗 姐姐事务繁忙 还是改天妹妹 再请姐姐喝茶 妹妹为何 从上到下 都遮遮掩掩的 不是朗月阁 有什么不能告人的秘密吗 您在哪 臂切问夫人安 莲姑娘 你为何在此 臂切被公子释了禁足 去王府参见了王爷 刚出府门 便见到如画 匆匆忙忙请了衣冠 才知道 姚夫人摔倒了 有些担心便跟着过来了 那衣冠呢 衣冠诊治完便走了 碧妾帮着如画在里面收拾 正想着禀报夫人 夫人就来了 你的意思 是你亲眼看到衣冠 被姚夫人诊治的 是 那结果如何 义官说 姚夫人 并无大碍 姚夫人福大命大 只是动了一点胎气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这儿 这里住的是 我知道 莫夫人 她刚刚被姚夫人 害得险些流产 只怕是 生产前日日都要痛苦不堪路 姑娘不要觉得她可怜 她为人势力虚荣 欺软怕硬 并非什么好人 难道和姚夫人一样狠辣 那倒不是 莫夫人愚蠢懦弱 欺软怕硬 若哪天她对姑娘有了歹意 姑娘尽管强硬 她自会不攻自破的 莫夫人 碧妾的不遥 可否还给碧妾了 什么啊 什么不遥啊 碧妾早上出门时 半秋不是捡到了我的不遥吗 她哪里捡过什么不遥 你可不要胡说 碧妾亲眼看见半秋捡到不遥 莫夫人为何要撒谎 区区一只不遥而已 莫夫人为何如此慌张 好啊 莫妹妹 真好 姚姐姐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呀 我 妾身真的是毫不知情 不必说了 先生真的毫不知情 莫妹妹 若后若是没事的话 你就好好休养 不必再出来了 是 姚妹妹 要是没事的话 就好好休养 公子子嗣西薄 两位妹妹 以后务必重视此事 甚至诱甚 姐姐放心 妾身一定不会让公子的孩子 再出任何差错 你说什么 她帮了你 不仅帮了 还是当着狄夫人的面 还是当着狄夫人的面 没想到短短五个月 她竟然从一只毫无还手之力的雏鸟 变得如此于义丰满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她若是真心归睡 岂不是如虎添翼 酒吧是苦肉计 是不是苦肉计 试一下就知道了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你好几个月没出门 今天头一次早起闻安 不适应也是有的 夫人可好 能好到哪里去呢 唯一的儿子没了 还要眼睁睁看着姚夫人怀孕生子 姚夫人的孩子 怎么 没什么 小的问两位姑娘安 是 姚夫人有什么事吗 我家夫人肚子疼得厉害 像是动了胎气 动了胎气 是 小的着急带张医官去诊治 就先告退了 姚夫人 动了胎气 这许良传 往日看见我们从不讲话行礼 今日倒还收些本分 不是本分 而是故意说给我们听 姚夫人已经流产了 又怎么会动胎气 难道她想一直装下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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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吧 谢谢夫人 莲姑娘 你是不舒服吗 回夫人 或许是九日没有出门 然后有些犯困 冬天已经结束了 等到姚妹妹 跟莫妹妹的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就能庆祝一下了 方才 陛下在外面遇见徐良川 听说姚夫人动了胎气 严不严重啊 请医官没有 张医官已经过来了 其余的倒不清楚 会不会是昨天摔倒的缘故呢 醉柳 去姚夫人里面看看 是 你们没事都可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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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空的话 也去姚妹妹那边看看吧 是 是 药间好了吗 这如花这个丫头 我是不是刚才我 我骂了她几句她故意磨叽啊 夫人您再忍忍 如花明智这要关乎到夫人和小姑子的性命 哪敢怠慢呀 启狱啊 太阳了 还好 奴婢为夫人安 担握我呀 帅我起来 我 姚夫人 听说您动了胎气 夫人很担心 特地派奴婢来看看 有什么可看的 胎像不稳 是能替我伤 还是能替我疼啊 姚夫人既不需要 那奴婢便回去了 让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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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了你十几年 却从来没被你当人看过 既然你怎么宝贝这个孩子 就偏偏让你生不出 夫人 夫人 什么事 是姚夫人出事了吗 回夫人 姚夫人胎像不稳 在床上疼得死去火来 可奴婢看见 看见 看见什么 没事 自己忍 说吧 奴婢亲眼看见 如画竟然在姚夫人的药里 下了华胎药 胡说 如画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丫鬟 可奴婢认为 姚夫人非打鸡骂的 无论是谁都会积怨成仇 难没有报复之心 你可拦了 没有 你疯了 为何不拦 奴婢不想拦 她作恶多端 这是她应有的报应 醉柳姑娘 你当真看到的 是如画 千真万确 不可能 如画明知道孟海瑶的孩子没了 她不可能这样做 孩子没了 衣冠竟然还在凯瀾探药 姚夫人这是要搭多大的胎 成多大的戏 夫人 您还犹豫什么 您千万不能过去 骆青莲那儿有什么异象 没有 不过夫人您放心 柔夫人盯着呢 只是不知道 嫡夫人那边会不会 她会来的 她做梦都想要光复方氏一族 唯有公子席爵成功 她的愿望才能实现 是想一个子嗣细薄的公子 谈何席爵的资本 所以只要骆青莲不拦着 她一定会来 谢夫人 虽然我真的憨笑把她随时万短 可毕竟 那是公子的子嗣 你 organs想要уч肴 这帮有个小子 姐夫人 你敢走 我以后 你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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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 你敢走 天气有些凉 带进披风吧 公子 你千万不要怪妾神 妾神也知道你共事凡亡 可是 不让你在身边 万一这个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海瑶 都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 我珍惜这个孩子 我也需要这个孩子 只要公子需要 海瑶就是受再大的苦 也会好好地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煎一个药间这么长的时间 看我如何不乏了你 黎夫人到 好 不能喝 这是我们夫人救命的药 怀蕊 你这是做什么 姐姐 你就这么容不下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妹妹 你这番话说得五味杂臣 我真希望你的肚子能够平平安安 这个药是华胎药 好药 夫人 张医官 张医官 医官 夫人 公子 这药在尖恐怕要一个时辰 还有什么见效更快的药 药 有 公子 可是这姚夫人现在情况十分地危机 这原来的方子是最适宜的 现在的肩已经来不及了 这药 倒是见效快 可是 就怕这姚夫人身子抵受不住啊 张医官 哪来 哪来 只要对孩子好 再苦我也能够熬 好 夫人 夫人 女皇 夫人 医官 准备 是 公子 施数万幸 可胎保住了 姚夫人的身子 也还好没什么大碍 去吧 怀蕊 你怎么说 公子 即便妾身当众失礼 也绝不会让姚妹妹 喝下这碗药 因为醉柳七眼看到 儒华因为竟恨姚妹妹打骂 所以下了滑滩药 奴婢没有 公子 儒华从小跟着主任 怎么可能干出这种 丧尽天良的事啊 夫人 奴婢与您无怨无仇的 您为何要这样诬陷奴婢啊 是不是诬陷 不是你我能说的 是 回公子 这碗药里边 病不化胎之物 怎么可能呢 公子 相信妾身 绝不会诬陷一个下人 您当然不是要诬陷奴婢了 夫人 小公子没了 人人都替您痛心 可是您也不能见不得 我们家夫人怀孕 就要加害于她呀 今日要不是我们家 夫人福大命大 如今失去的 可就是公子您的 另一个亲生骨肉啊 公子 您相信且神 姚妹妹怀的是公子子 妾身绝没有丝毫的怨恨 还有加害之心 公子 奴婢发誓 现在看见如花在药里下毒 如有半字假花天大雷劈 公子 婢婢当时就在金秋院 金儿听到罪流禀告 确实没有办局序言 谁不知道你们都是夫人的人 医官已经咽过药了 那就是铁证 可怜我们家夫人十月怀胎 如今却要被这样作戒 公子 还请您给我们家夫人做主啊 行了 慧儿 起来吧 都起来吧 慧儿的事 伤你太深 你就先多多地歇息 府里的事情 就交给海妖吧 切身明白 你不用看了 他如果想揭发 方才就已经输了 夫人 方才真是吓坏奴婢了 如此试探卓青莲是不是成金归顺 万一暴露了流产的事 破坏了夫人和柔夫人的计划 那岂不是太不值得了 不值得 如果洛青莲归顺是假 明里却在帮我隐瞒流产之事 那说明他要从长进 他日来个人赃俱火 他想放这长线 我还不想做这大鱼呢 照这么说 洛青莲是真心归顺了 真心自是不假 只是我本来想一箭双雕 起码也让夫人来个禁足 没想到 只是收回了他管理内务之权 对咱们要做的事来说 已经足够了 婢妾给姚夫人 柔夫人请安 人都走了 坐吧 喝茶 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天不知地不知的丫头 敢私奔 敢抗婚 什么话都喜欢说在明面上 半年不到的时间 也竟然可以生辰到 面对公子跟嫡夫人都不动声色 人总是要成长的吧 婢妾只是比别人聪明一些 学得更快一些 有多聪明 这事你怎么看 婢妾怎么想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 婢妾 婢妾 什么都不该想 现在说话这么审理的人 真的不多了 不是吗 柔姐姐 是啊 这种人是不多了 好 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回去吧 以后有空常来坐坐 对了 上次你让家兄 计较受盈之事 勉强也可以答应 但是我听说 好像欠款 很多人不愿意还 这公子也一筹莫战 并且倒是有一个法子 妹妹来了这么久 不知道学了些什么 哪一样学得最好呢 自然是 知难而退了 到底是知难而退 还是以退为进呢 想来妹妹也累了 改日再请妹妹 到西眼楼一续吧 姐姐慢走 蜘蛛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日盐前朱节网 果然装得万善宠物 蜘蛛最擅长的 就是耐心和折服 难道她菜道小姐 原来沐海洋能有今天 依靠的绝不仅仅是牧家 好 姑娘 姑娘 我正找你呢 找我做什么 姑娘 碧妾没记错的话 公子刚才说公务繁忙 难道 是碧妾欠了王府哭吟 我的确说过 可我也说了 让你 乖乖地在莲威居等我 青天白日的公子想干吗 难道 聊聊天就只能在晚上吗 好 丫头 你不会想 碧妾没什么跟公子可聊的 你没有 我有 首先要聊的呢 就是方才的事 方才的事 公子都已经知道了 丫头啊 你该不会是在瞒着我一些什么吧 公子请自说 自重 你出去打听打听 要是我自重就不叫贺连信 你现在是我的碧妾 你真的以为当碧妾这么容易吗 说好君子之交你不能动我 交易 你帮了我些什么呀 猜出我父亲的心意 还是帮我讨回了倩吟 我 我贺连信 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就算这次看走眼 下错了注 我也不能让自己血本无归 对吧 不如我们两个 我们 公子 您快去瞧瞧吧 左公子的点宝署门口摆上摊了 公子 公事要紧 来 大家看过来啊 都是上好的文丸字画 哪位出个价 给银子就卖 这不是左公子吗 是啊 他不是刚逢了 这幅厉害了 怎么沦罗的 当今卖丝画了 还有这个 真是吗 开泰图 有没有使货的 公子要做事 为何要带上币气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我从不做赔本生意 你是我用千里良具换回来的 既然都打了眼 那我就吃亏点 把你当个奴婢试试吧 待会儿加点水啊 沐天师傅见过公子 沐兄不必多礼 人呢 在这儿 五十两 拿走 座公子 快别吆喝了 这 这成何体统啊 怎么 许我三哥逼债 就不许我老五卖东西啊 我不瞒您说啊 我三哥这是债逼的呀 全取粮的官员们 都快上吊喽 别说是我老五 那就是我二哥世子 都快吃不上肉了 座公子不能胡言哪 你回去吧 回是回不去了 你来看看我这些宝贝吧 都是好东西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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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葫芦啊 你看啊 香的都是翡翠 五十两 拿走 别人我都不给 就五十两啊 五十两啊 说好了啊 五十两 来 来 来 看看我这个 象牙镂空雕 五十两 有要的吗 五十两 五十两 六十两 七十两 一百两 一百两 好 我就你了 一百两 还有这个 葡萄摆劲 这个我跟你说可厉害了啊 见过吗 不知这位大人 五十两 七十两 还有吗 八十两 本官想干什么 还得向你们汇报啊 多长 展开展开 就是你了 大人要做别的 自然不许向小人请示 可是要归还倩吟 世子爷请大人留下幸运 改日和大人好好聊聊 世子呢 怎么 大人还有事吗 没事没事 我走错了 走 走 世子和老四真是用心良苦啊 看来要办成这柴事 遥遥无期了 牟兄 你自动请命 助我收缴欠款 恐怕被我拖累了 公子严重了 公子与牟家 早已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公子何谈连累 况且下官知道一件事情 也许帮得上忙 牟大人 你是要给我看什么 公子即刻便知 不过 青年公园在这儿好像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 你把他当成这个板车就行了 燕 你 你怎么 怎么不早说呢 我刚才问公子 公子不是说无所吗 你 你呀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他们在例行检查 因为每次可以出入营库的 只有这些库钉 所以他们每次出营库的时候 都要举手 拍手 大叫 跳板凳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口中 手中 腋下 没有夹带银两 他们每天都这样吗 不错 但即便是如此 库吟还是经常失窃 公子 下官机缘巧合 听说这刑妾之人是 跳完了 莫非下官的消息有误 不错 也未必 有些地方是我们瞧不见的 莫兄 先别让他们走 我有话跟他们说 是 记得啊 让他们穿衣服啊 你搂够了没有啊 他们现在脱裤子了 这刚入春天还凉着 刚才各位这样赤条条的 就不怕动坏身体吗 谢兄公子体恤 我们习惯了 这三九天也就这样 辛苦啊 各位辛苦了 来人 来 快点儿 慢吞吞的 刚煮好的姜汤 大家赶快喝吧 一人一碗 谢兄公子 别客气 来吧 多乖巧的奴婢 这奴婢真好看 贤惠啊贤惠 这个奴婢贤惠啊 辛苦啊 既然大家都喝完了 身子也暖和了 我们就该好好地聊聊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王爷派我收欠银 那我总得知道 这银库是怎么一回事吧 所以今天呢 就是来问一问 您库的归程 馨公子 这归程反常 一时放火也受不明白 您要真想知道 属下单独给您汇报 馨公子 小人想 小出宫 Voy 我紧 小婢 重弄 好可爱 好可爱 尾巴 爹 好可爱 让库丁把私藏的库盈 拉出来 不 这是堂堂公子做的事吗 他老三 他老三缺了大德 公子啊 那个人我亲弟弟 你一定要救救他 亲弟弟 你弟弟都敢收买库丁 你盗库盈 那还有我救他吗 这是谁出的主意 竟然藏在这么卧储的地方 他牟天书又是怎么知道的 公子 这可是要吊脑袋的罪啊 而且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男弟 我救救你了公子 你救救他 我怎么救 你没看出来老三的目的吗 这明摆着在我后院放把火 并用我还钱 但你就去还了就是了吗 我不还 公子 闭嘴 公子 在这儿说 公子 救救他吧 宋管家 让我们见世子一面吧 想和世子爷聊 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做公子 走 快点 快 快 快点 也不知怎么了 突然就想吃着荷花酥 这点心费时费力 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 姚夫人的吩咐 就算费再大的力气 也是碧妾应该做的本分 况且 听说公子自从得了穆大人相助 短短几日 半数欠款都已归还 眼看这治水款项都要齐了 碧妾自然 要来向姚夫人道喜 行了 也是你的功劳